大家請坐 拜 謝 謝 我們這部密集室的 也是沒辦法的 是天使禁忌 好 那 另外呢 要把大家 聚在一起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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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把握時間 接下來的 這幾個掛 大概 每個掛可能需要放半個鐘頭 大概會比較精簡的方式 跟大家來介紹 那 重點是 要把每一掛 該讓大家了解的 一定要讓大家了解 那好 先看一下這一個掛叫做 牽掛 牽掛呢 剛剛有講它的掛像 這個是地 這是山 地 山 牽 這就是 那山呢 本來在地之上 而且跑到地之下 所以它叫做牽 不然就要說 如果有一天 各位前嫌 你們當到人身比較高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要記得 當得越高就要越低 這個叫做 涵養生命的高度 因為有一句話叫做 低到極觸怎麼樣 範圍高 低到極觸範圍高 這是 牽掛 所講的一個最重要的內涵 所以我們懂得涵養生命的高度 並不是要變得很驕傲 高高在上 而是要懂得前輩 而且這一掛有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六五十四掛裡頭 六搖階級 六搖階級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們希望人生很順利 很吉祥 然後好事都跑到我這邊來 叫做千壽儀 那你最好就是學這一鍋 六搖階級 那這個就當然一個人盡可能地多謙虛 謙卑 所以他非常值得我們終生奉行 所以我們家裡有孩子 我們都希望交給他最好的 但是我們能夠給他什麼呢 不是只有錢嘛 對不對 我們應該給他讓他終生能夠去實行的一個最好的東西 叫做美德 美德 這個美德呢 謙虛一定要有 謙虛不致滿 這樣可以保持盛大 所以有大者不可以允固受之以淺 當然這個謙卑的反面就是致滿 然後驕傲 這樣反過來不自滿 有德不拘 那不自許自己的功勞 那虛懷若骨 這種修養 是一個非常好的美德 而且對我們擺陽天使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他可以讓我們亨通 因為六搖階級 所以如果這一輩子 我們希望做什麼事情都很順利 百事順利 叫做亨通 那最好就是 學這一句 謙虛 保有謙虛的美德 就好像把高山藏在地中 如果高山代表一個人的身份地位才華能力 把他藏在地中就 人家看不出來 人家不會了解你 這樣子就是淺 藏於心中 才華各方面不要外漏 我們看一下他的掛詞 其實這一掛的掛詞很簡單 只有四個字 加這一個字就五個字 然後簽是這一掛的掛 亨通 然後我這個簽這一掛是可以讓我們亨通的一個掛 為什麼呢 一個金子能夠把一個事情有頭有尾的做完 有中就是事情能夠從頭做到尾 我覺得這個很不容易 有些時候我們常常做的事情半途而廢 那所以金子有中就代表說他很順利 亨通就代表順利 可以把事情做完 為什麼呢 這邊就有解釋 因為這個掛的掛詞很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引出來 請大家來讀一下這個 掛詞全合 天道下氣而光明 地道悲而喪心 天道歸隱而易圈 地道便隱而流圈 歸神愛隱而浮現 等到惡影而浮現 千尊而光 悲而不可遇 君子之中也 下約 好 這裡就好 這裡呢 他講到天道 講到地道 講到人道 講到鬼神 鬼神也好 天道也好 地道也好 都是 就是 只要你是贏 就是滿的意思 他就會 讓你虧 好 那只要你是 千的話 他就讓你益 好 甚至赐福給你 好 甚至讓你變得更好 好 好 讓你 人生有光彩 所以 不管天道 地道 人道 鬼神道 只要謙卑的人 都會得到保佑 都會讓你變得更好 都會有好處 這樣的意思 好 所以 君子有中 這是他的掛詞 好 就是事情能夠順利完成的意思 好 如果我們希望 事情能夠順利 人生能夠順利 那 那 學習千禧的態度 很重要 好 對人對死 保持謙卑 好 這個是 一個人的德 德性的涵養 很重要的 好 好 那我們看看我們的白羊衣 我們的白羊衣 我們的白羊衣的掛詞 在這裡 來大家讀一下白羊衣的掛詞 有的恩之禁止 千千為德 千以至用 人之用何為貴 恩之者臣 行之為甚 知行並重 好 我們的白羊牽掛 比傳統的牽掛更精一層 而且把它彈得 非常的深入 非常的好 傳統的《易經》講千千金子 我們這邊講千千為德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要用謙卑 來修自己的德 好 我們來看看這裡的解釋 是這樣子 有的以謙卑在謙卑的態度 來培養等性 好 稍微解釋一下什麼叫做謙卑在謙卑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對人謙卑 謙恭有禮 叫做謙卑 那人家 當然也會對我謙恭有禮啊 好像我對你有禮貌 你管我以禮貌 可是萬一有一天你遇到了一個人 你對他謙恭有禮 他卻對你態度傲慢 那這個時候你還要不要對他謙恭有禮 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那這個才能顯出你的德性 因為你對我有禮貌 我對你有禮貌 那這是正常的 你對我很不好 我還可以對你很好 還可以對你謙恭有禮 這種人才看出他的德 德性的涵養 內德的涵養 內德涵養不是很正常的情況 就是說你對我好我才對你好 你對我不好我才對你不好 那個看不出一個人的內德 內德是當他受到考驗的時候 比如說有人對他不好 他還可以對他好 哇 那這個人內德涵養 很深厚 所以就用這個來修我們的德 對人行出來就是恭敬 以忍耐之心來行恭敬 這邊 我們要用一個特點就是這樣 人謙並行 人跟謙兩個一起 這叫做乘以忠行於萬 就能夠與人和樂相處 此之以恆 涵養成一個謙謙精子 進了效法聖人的典範 能夠自行合一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六個謠 這六個謠裡頭 傳統 這是傳統的意境 千千金子用色大川極 你看這幾乎每一個都是極 真極是比這個極還要好的 所以第二個謠是最好的 這個謠 真極 然後這個也是這個 這個 金子用中這也是幾 然後這個是五不利 五不利 然後六五呢 利用中這也五不利 五不利就是都很順利的意思 因為到了上六跟這個一經的謙卦謙卑相為對 就是說因為他是最上面 就有點相為對 所以他的名簽沒辦法去讓人服從他 所以他就必須行使動用軍隊來打 才有辦法完成 這樣子 直接因為他這一條的關係 所以他的六個問題 也在這邊 我們後面會來談 六個問題 這樣第一個問題 如何在人生中透過為難 處處受益 這個是這裡的意思 彭龍一經告訴我們 千千金子用色大川 記得如果在一經裡面出現跟水有關的 像大川就大水 用色就是通過大水 水代表什麼 水代表危險 一經裡頭水代表危險 所以通過大的危險 這個通過危難 那用色大川 用什麼 用這個簽 可以通過危險 擠 擠 擠也是捨益 所以千千金子用色大川擠 就是說如何在人生過程當中 通過危難處處擠擠 那當然就是要用擠 好 那我們白陽一蘭 這邊讀一下 千千為何 親力眾益聖主乘 一貴智勇請和倫 金子能夠以千禧來修養自己 培養自己的內涵 就算面對危險 亦能夠逢秀化旗 那千千金子就是千貝再謙卑的意思 那可以逢秀化旗 但是千千為德呢 它是不只這樣子喔 它是用謙卑來修這個德 這個過程當中呢 也在親力眾益 如果你要修德 要謙卑的修德 就不能太重自己的利益好處 要以大家的利益好處 就是眾人利益好處為主 這樣子比較容易成 所以千千為德 千千 用謙卑再謙卑來修德行 這樣才可以選出一個人 那個真正的內德的涵漾 當對人謙恭 人切不回以謙恭 還能堅持以謙恭對人 這就是千千為德 所以這一謙最重要的 是在補充千千金子 為什麼稱為千千兩個千 原來謙卑再謙卑 它是可以修一個人的德 可以展現一個人的內德 然後再過來 第二個謙明謙 這個名就是好名聲的意思 所以 因為謙虛而得到眾人的誇獎 好名聲 這樣的千千金子 也能夠固守正道 不義更願 固能真子 真代表什麼 一經裡面如果出現這個字 這個真代表君子正道的意思 君子正道是什麼 天有天理 地有地理 萬事萬物都有它的道理 如果到人的身上來講 就是做人的道理 這是禁止正道 那明謙對於推行禁止的正道 是有當中 這樣的意思 因為得到眾人的誇獎 誠意中行為外 重要 真正的謙卑誠意中行為外 才有辦法得到眾人的誇獎 叫做人千必行 所以這裡就能講人千必行 它的意思是說 你要得到真正的 人家誇獎你千千金子的好名聲 有時候還要配合這個人 用慈悲來行謙卑 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人千必行 以仁愛的慈悲心來行 成一種行為外 才能夠真正讓人 背後誇獎你 是一個千千金子 是一個德性很好的千千金子 它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我們人要注意 人家當面講我們好 未必是真好 對不對 人家當面講好話 要看他背後 背後講才重要 如果說 今天我們大家站一起 然後講講講講 講到我一個人 大家都豎起大腦子 那個人 修得非常有德性 很謙卑很謙恭 對人都那種非常地 彬彬有益千功有益 每個人一事同意 可是他人又不在場 那他講到他都這樣講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名前 如果你人有在場 尤其你又是長官 下面的屬相敢講你 你怎樣嗎 他不敢講真話的 他一定都是講好聽的話 人都會這樣子 所以那種不叫名前 如果講好聽的話的 那個就是第六謠 第六謠同樣又有個名前 我們等一下會講 那個是當面講好話 但事實上 會害我們 以為我們自己很好 那個不是真的 所以 要懂得誠意中心以外 那就要靠這個 慈悲的心 來行前輩 那才能真正的誠意中 行以外 好我們來講一個人 人間變形的典故 那這個是一個出家人 叫做四常女 他常常到國外洗 但是他都是搭船 搭船呢 有一次遇到了危險 因為他們是去了這個叫做柯林國 然後再從柯林國 要到蘇門答辣 是印尼嘛 莫羅漁國 再從莫羅漁國 要到印度 這趟航行很長 可是呢 就在他從柯林國 要到莫羅漁國的時候 哇 這個船啊 因為操縱 又遇到了風浪 雖然大家努力挽救 但是船還是準備要沉了 好 船出了問題 準備漸漸沉了 大家看過鐵達尼號嗎 這時候大家就搶啊 真搶那個救生小船 那搶他可能也不夠 有點像鐵達尼號那樣子的場景 然後這時候呢 三船的船主 搶到了一個救生艇 就跟那個楚家人講說 因為他也是一個佛教徒 顯成佛教徒 他說叫他趕快上去 好 我幫你留了一個位置 結果那個楚家人講說 請你把你給我的位置讓別人 這個就是 謙有一種謙讓的意思 當大家都在爭的 我們就讓 大家都不爭不想做的 我就當仁而讓 謙卑的人 他是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就 好 你給我的讓給別人吧 大家都上了救生艇之後 我再上去 如果沒有我結不上去 講完之後 他就開始念向西方合掌念佛號 沒多久 商船開始沉默 這一個楚家人也隨之沉入海中 那有一些人已經上了救生艇了 就看到了 這個楚家人最後完全沉默海中 他始終就在念佛號 在為大家祈福 還面容安詳 沒有絲毫見恐 但是這些救生艇上面的人 都發出了驚訝讚嘆 感動不已 陪著這個四場女 還有一個弟子 也跟著他一起沉默 你要知道 一个出家人 他按照佛法的说法 他要生生世世一直修 一直修 因为菩萨道有五十二位皆 修得无量阿僧其皆 才有办法修成佛 修很久很久 可是一旦有这个机会 让他碰到 这叫做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他真的这样子 这样做 他可能可以连跳好几节 说不定一下就成佛了 因为他把握了这个机会 做了人跟千这两个 人就代表慈悲心 千就是 我就让你们上去 那个成一种幸一万 再过来我们看看 劳千 这什么意思呢 就我刚刚讲 就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是当然不让的 比如说 大家都不想做的 我来做 你看他很辛劳 这种人通常比较谦卑 比如说 扫厕所 拖地 很多工作 大家都不想做的 你看那个厨房工作很热 在那边听课多好 对不对 这种人比较谦卑 而且吃苦耐老 千禧不及功 这种人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 有人辞之以合 就精直有始又终止 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把人用出来 人就是爱心 慈悲 他很慈悲 他才会这样做 人之用何为贵 发而不忠 不失 自重道 其实他是符合中道的 理何意在万里 所以 以忍耐自心 行千禧之道 虽辛劳但义成功 得到众人的崇敬 很重要 所以 为什么那个第二个谣 讲说 人跟千要并用 真正谦卑的人 是内在是慈悲的 这种人 他才会说 好了 这些事情 让你们去 你们不想做了 让我乱 比如说在一个团体里面 那个最辛苦的那一个 通常会得到大家最多的尊敬 比如说 公共佛堂 谁最不计较 做最多的 他讲话最有讳量 为什么 因为他平常做得最多 照顾大家 很多事情都他在做 他就无形当中 就好像大哥大姐 那为什么 因为他做得最多 那当然他得到人家的尊敬 人家会幸福 会听他的 所以谦卑的人叫辛劳 谦公的人 也将能彰显太和之气 以仁爱来行千功 能让大家加额万事起 和气生产 社会小 千功休 如果说太计较 为什么你每次这个事情 我已经分配了你 你还不自我常好 当大哥的人 不可以 只是做一个分配工作者 让小弟 小妹 去做 当大哥的人 有时候是要牺牲奉献 自己先坐在前面 像后学以前 也住过伙食团 我那时候在上班 其他都是 还在学生 那 后学的年纪也最大 对不对 那会被叫大哥 你知道叫大哥的代价是什么 每天早上就要起来煮饭 下班要去买菜 要做便当 这就是当大哥的代价 不过你不这样做 你很难让下面的 这些弟弟们 他们要心服口服 要跟着你 所以就是 辛劳一点 但是能够有所成 再过来我们看看 这个第四个谣 它是无不利 为什么 因为它花灰千德 无所不利 花灰千辛的美德 但是我们白羊义补充说 要做这个事情 要有恒心 恒至整成 所以真正天边的人 常行你得以利重生 而且还要 常行其人 不只是要有恒心 而且你做的事情 最好不要讲 有的人 一边做 一边念 一边讲 这样子 譬如说 当大哥的出去了 或当大姐了 晚上有道路 然后呢 写弟写妹 回来了 他们吃完饭之后 碗筷都给你丢在厨房 你没洗 那这个当大哥 或是当大姐了 会不会心里不高兴 会啊 然后呢 也许就一边洗 一边念 或是干脆就叫过来 给我洗 什么等等 这样就写不出你的 那种德 应该要常行其人 最好 都不要讲 你就去洗 当大哥的 最辛苦一点 洗完了 洗完了之后 这些写弟写妹 你也不要去责备他们 也不要讲 都不要讲 我们做完就好了 其实这样子反而 可以显出那个得量 一个人的得量 然后他 下面这些人 才会感受得到 那个得量 下次他们就 就不会 再这样子 他一定会努力地把它做好 所以 真正谦卑的人 常行理得 为善 不亦人知 简单的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常行其人 因为 谦卑的人 他不会夸耀自己 夸耀自己的优点 就会显得骄傲 所以你一定要很谦卑 的话 就是不要讲自己 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 好要让人家讲 不好自己讲 谦卑的人 他上台 他会先讲自己 哪边缺陷 哪边缺陷 或者是 他要讲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先讲自己 先讲 我也还不好 各方面都很差 什么等等 讲完之后再责备他 再讲说 要他改进的部分 这样子可以显出我们的钱 我们来讲一个常行其人的典故 这个是一个和尚 他是一个庙的住址 有一次他在外面遇到了大雨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大雨 那这个雨下得很大 然后他就想找个地方来夺雨 他就看到前面有个庄园 庄园很大 于是他就去求术 一宿 这个守门的仆人 看到一是和尚 就冷冷的说 我家老爷向来跟深道无缘 你最好应做打算吧 这个出家人就说 以这么大 附近又没有其他的小店 你还是拜托一下 行个方便吧 这样子 结果他就说 仆人就讲 他说我不能善事做主 我还是问问吧 不能进去 一问 出来就说 不行 还是不行 他老爷不答应 然后他就说 那我只在你的屋檐下 暂些可以吧 请求朗 在这个屋檐下暂些一问 这个仆人还是摇头 和尚无奈 就临着你 但是他有问了 这个庄园的名 那他冒着大雨 然后回到死了 三年过去了 这个庄园的老爷 纳了一个小妾 宠爱有家 就想带他到庙里烧香 老爷就陪着一起出门 到了庙里 就看见自己的名字 竟然被写在一块 叫做长生入味的牌位上 心中感到纳闷 就找了一个正在 打扫的和尚问 向他打听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长生入味就是 求能够长寿的 这个小和尚就笑了笑说 哎呀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因为我们 我们家的住持和尚 帽子 淋着大雨回来 说有一位施主 跟他没有善缘 于是他就写了这一块长生入味 每天诵经回向给他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们一般的人 遇到困难挫折 类似这样的事情 回来一定会骂 对不对 会讲 然后可能骂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三个月半年都还在念 对不对 他没有 他三年来 他都帮他 叫做诵经祈福 希望你会检验 检窗 而且没有让这个 这个庄主知道 常行其人 好 常行其人 三年了 这个老爷终于知道 他听到 他觉得很惨贵不安 后来就变成了 寺庙前程的 供养的供德主 相够中 这个就是 常行其人 最后 来自行其人 这些事 我信任 来自行其人